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2000亿的进口商品征税10% 那么在9月24号正式实施 据报道可能在明年的1月份 对这2000亿进口商品的征税要上升到25% 当然了中国政府也毫不客气 在当天宣布对美国的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进行征税 这是一个回应 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曾谈到 由于美国政府发出对中国的谈判的邀请 一般认为中美贸易战或者贸易摩擦 解决的方向相当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 那么特朗普政府也是采取了一种 边打边谈这样一种战术也好 策略也好 那么在邀请谈判的同时 又按照既定的方针 把征税这个事儿落实了 那现在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贸易摩擦向着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双方都没有退让的可能 那么这就让大家产生一个想法或者一个疑问 那么中美贸易战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可能结束 那么美国为什么执意要发动这样一个贸易战 特别是特朗普本人 对于中国迅速发展 美国感到威胁 当然不只是特朗普政府 也不只是这个共和党 那么在民主党当中 就是说也有这样的一种共识 所以可以这么讲 是美国精英层的一个共识 因此才有了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这样一个基础 当然特朗普发动贸易战 不只是针对中国了 那么比如说加拿大也好 欧盟也好 那么日本也好 那么这个都有 这个就是说在贸易上 特朗普都要采取一些动作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 当然主要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那么理由呢 当然就是这样一个理由了 那么以这个贸易 双方的贸易逆差 那么作为一个借口 那对于欧洲也好 日本也好 包括加拿大也好 那么特朗普政府 发动贸易上的一些贸易战也好 贸易公司也好 那主要是基于特朗普政府 对于这个全球化的 经济全球化的认识 就是说这个 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导致了这个特朗普 在贸易政策上 在国际贸易政策上采取了一些这个 为这个世界各国 所这个不认同的一些这个做法 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讲呢 那个因为他这个在国内的政治上呢 他对这个面临着一些巨大的压力 除了个人的丑闻以外 他以前的竞选团队 那么以及这个正在受到调查的通过门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中期选举 所以这个特朗普呢 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那么只有这个 把这个贸易战打到底 那么才有可能 就是说这个 从这种巨大的压力当中的解脱 对于中国方面来讲呢 因为这个中国认为呢 中国的发展 特别是2025制造是中国自己的事 这个你这个 这个美国也好 其他国家也好呢 你不能干涉我自己的发展 另外呢 这个从这个全球化 或者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呢 贸易顺差 或者对于中国来讲的贸易顺差 对于美国来讲的贸易逆差 这个是属于市场供需关系决定 就是说中国5000多亿美元 对于这个美国的进口商品 是美国市场有这样的需求 那么这所以有这样的需求 你是美国本身的产业结构呢 它不合理 它需要调整 那有些商品呢 它不生产 它就需要这个 从这个国外进口 所以呢 这个以这个贸易逆差 或者贸易顺差这个角度 来发动贸易战 来从用关税这样一种手段来讲呢 中国当然是这个不认同的 那么呢 其实这个不仅是 不仅是中国不认同 那么这个国际经济界 金融界呢 普遍都不认同 因为这个你这个提高关税呢 你解决不了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 这个呢 在这个前几个月当中呢 这些数据呢 都已经这个体现得非常明显了 所以呢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呢 从来不会在讹诈 威胁 这样一种这个条件下呢 这个这个屈服 所以呢 这个种种原因吧 造成了两国在贸易问题上呢 僵持 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怎么解决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还是以前我们所讨论过的 就双方坐下来谈 由于这个双方 现在呢 这个美国 这个提出了2000亿 这个增税以后呢 这个让这个双方 坐下来谈的前景呢 很渺茫 那么这个中国政府呢 这个这个 在这个9月21号 这个外交部这个发言人耿爽 在回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可能坐下来谈 当然了耿爽呢 这个没有直接回答 就是说谈还是不谈 但只是说呢 这个双方谈呢 只能在一种这个平等 对等的情况下来谈 那么这个特朗普政府呢 这个把这2000亿这个增税拿出来了 显然是不对等 也不平等 那么这谈的可能性呢 就很小了 所以呢 这个怎么解决呢 那么几个时间点 一个呢 就是说美国的中期选举 当然了美国中期选举 如果是民主党 这个获胜 那么呢 很可能呢 就是说这个 最起码在这个贸易战 这样一种这个对峙的 这个僵硬的 这种情况呢 我想会得到缓解 当然了 我刚才也谈到 就是说这个 美国社会精英呢 对于这个中国的崛起 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都是有看法的 但是呢 解决问题的方式呢 不会像特朗普这么强硬 就是说这个 以这个强硬的增加关税的方式 来解决 那么呢 双方 如果是民主党获胜的话 双方呢 是有可能坐下来谈的 另外就是说这个 这个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在今年的11月份呢 在阿根廷呢 国际会议上还是有机会见面 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时间点 总之呢 这个特朗普征税 对于美国的民众呢 实际上是把这个税呢 国家拿走了 但是呢 整个的成本呢 转嫁到这个美国消费者身上 我想呢 这个美国消费者在11月份的选举当中呢 会用自己的选票呢 来说话 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 就是说这个 朝鲜和韩国的两国国家领导人 在平壤会面 而且特别是这个金正恩和这个文在寅呢 登上了这个就象征意义的这个白铺山 我觉得呢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稳定 以及这个乌合化呢 对于中国的发展 对于这个东北亚这个局势呢 有正面的作用吧 那么呢 这个整体来讲呢 这个其实本周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这个大法官的任命 这个特朗普提名的这个叫卡瓦诺 那么这个现在呢 他的任命还悬着 那特别是这个一个加州的教授 叫福特 那么提出了在三十多年以前 卡瓦诺曾经有过这个 涉嫌性骚扰或者是性侵害 那么呢 美国参议院呢 对卡瓦诺这样一个任命呢 现在正悬着 但是呢 这个特朗普呢 这个力挺呢 卡瓦诺 而且这个特朗普说 你三十多年的事情呢 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来 为什么当时不这个向FBI举报 我觉得就作为一个美国国家总统 他这样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呢 是存在问题的 因为当时卡瓦诺是个学生 可能呢 这个福特呢 在当时认为这个事不算事 那么现在呢 卡瓦诺将被任命为 这个美国联邦的 这个法院的大法官 而将来执掌这个美国宪法 那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 这个坐在这样一个重要位置的人 如果他的道德 他的这个本身的品质有问题呢 会影响这个美国宪法的这个公正程度 所以呢 这个福特提出上一定是很正常的 那作为特朗普 你只能说 这个要求各方嘛 对于这件事情的真伪呢 进行调查 而不能说这些小孩的话 说三十多年前 你为什么不提出来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 这种认知方式和逻辑思维方式呢 这个对于这个 整个美国的这个发展 对于处理这个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都是这个非常有害的 那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 这个给大家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